大家好 欢迎收听地产张哥老实说 我是张哥 全台4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大概占了四分之一 但最近因为地震频传 所以大家开始关心老屋的耐受力 也去思考换屋的可能性 不过40年以上的老屋 还必须注意到一个阳台补灯的问题 不要以为这件事事不关己 以台北市住宅平均单价大概70几万来看 如果你有三瓶没有登记到的阳台面积 买卖的价差就可以超过200万 这个价格其实是还蛮惊人的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永庆房屋契约部的资深经理 陈俊宏来帮大家做一个阳台补灯的懒人包 告诉大家什么是阳台补灯 以及我们怎么来做阳台补灯 欢迎经理 张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刚讲到这个阳台补灯的部分 经理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阳台补灯吗 好的 为什么会有阳台补灯这件事情 其实主要是因为法令变革的一个关系 因为早期的法令就是只有墙的内部的部分 才可以登记面积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阳台 它是没有四面墙的 因为阳台有一面它是没有墙的 它是墙以外 所以在早期的法定还没有修订之前 在民国71年以前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能登记面积的 所以变成说在71年建筑测量规则 还没有实施之前 如果当时购屋的 或者说你现在买的房子 是这个年纪以上 大概是40年以上的屋领的房子的 它就有可能 它的实际的这个面积 不在你的权状上面 意思是说当时我用买屋的总价去买的房子 不包含阳台的面积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 现在还是习惯就是说 我一平买多少钱吗 对 那如果你是71年以前的标的 你就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前面的屋主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 你虽然用的部分你有含这个阳台 但是这个阳台不在你的权状的面积上面 OK 所以什么样的房屋需要去做一个阳台补灯 做阳台补灯的标的呢 其实大宗来看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比较旧的 40年以上 然后大部分我们看到大部分 就是公寓型的标的 对 那对消费者来讲最简单的呢 就是的判断点应该就是说 你先看看你家里有没有阳台 如果你家里看起来就是有一块阳台的面积 可是很多都外推了 我没有比如说我是好几手之后的屋主 我就不晓得这个地方 到底以前是不是阳台 到底是不是阳台 对啊 如果我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当然有几个判断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去看我楼上楼下 有没有人还没有外推 结果大家都推了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的可能啦 对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因为通常外推的部分啊 就是食物上面 你推出去的那一块 大概都会有一个梁的部分在上面 如果它没有就是装潢做得很清楚的话 其实你隐隐又会看到那个痕迹 这也是一个判断点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我的房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前的 但我不确定 好 那比较科学一点的方法 那就是跟主管机关申请竣工图出来看 自己去申请竣工图 对自己申请或者说 如果有透过这个房仲的朋友啊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房仲帮你做这个申请 稍微讲一下申请要怎么 要跑哪个单位啊 然后怎么申请 申请竣工图的部分其实没有很困难啦 它主要的准备的资料呢 就是建物所有权状 因为它你要确定说 你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嘛 不能去调邻居的 对对对 你不能调别人的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 要准备你的身份证 然后准备一个便章 那申请的单位的部分呢 目前大部分都是在各县市政府的 建管处或者是公务局 那目前大部分的县市政府呢 也都有开放所谓的网络申请 因为通常这样的文件啊 有的你不是当场去 当场就可以拿的 对所以要多用网络 对所以你可以透过网络先做申请 然后呢在约定的时间再过去拿 取借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少跑一趟 所以它的竣工图上面就会标示说 你这一块原来是阳台这样子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你调出来之后 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呢就是它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这一块就是阳台 它清清楚楚写的阳台 两个字在上面 那这个部分大概占60%左右 那大概有40%的案件呢 是我们调出来之后呢 只看得到说你的竣工图上面 有那一块的面积 长长的 但是呢没有写阳台那两个字 对那如果是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 那也没有关系 通常就是只要多做一个程序 就把你调到的这张竣工图 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就是再到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建管处 然后用这张图去请他帮你确认说 我这块面积是什么用途 那通常这个资料进去之后呢 大概一周左右 市政府这边就会发公文给你 跟你确定说你那一块是不是阳台 是什么东西 对 好一般的民众 对 他可能听到你说 我要去申请这个竣工图 竣工图之后回来 可能60%的人他知道这个就是阳台 可是剩下40%的人 他可能还要在公文上的来回 他会觉得很麻烦啊 那这到底我这个阳台补灯我不做会怎样吗 基本上我想做不做阳台补灯 老实说如果你现在没有买卖房子需求的朋友 你现在好像没有就是马上要做阳台补灯这样的需求 那实物上面我们大概最常看到的就是 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投资客 然后这个他们可能就是跟一些房仲配合 然后就是去专门在物色这种可以阳台补灯的标的 真的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买的时候 屋主也不晓得他可以阳台补灯 对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大家现在买房子的习惯还是用一瓶多少钱算吗 对那你变成说他在买的时候 你不晓得有这个资讯 那他买了之后呢 他补灯完了之后 他在更高的价钱再买出 那这样就会造成成事 所以实物上是真的有发生过 就是原来的屋主发现他在转手之后 突然变得很高价 然后后悔 然后变成一个纠纷吗 当然有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每年都会有看到这样的 不管是新闻或者是我们实物上面真的有碰到 消费者他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呢 都是什么时候会发现你知道吗 都是他可能隔年要报税的时候 隔年要报税的时候 他想要去调那个当初的资料出来 就一看发现说 我的房子怎么卖掉了 对 然后再查一下实价登录 我当初不是才卖他多少钱吗 为什么多了那么多钱出来 然后回头去查 甚至有的是透过房仲再去询问 就发现说 因为那个价格 他的两边的评数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的屋主还会想说 这真的是我的房子吗 有的屋主会第一时间先怪房仲 一定会有 因为毕竟很多屋主还是会觉得说 你房仲是专业的嘛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资讯呢 好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发生之后呢 我们会很想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阳台补灯 以及阳台补灯 他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好的 基本上我们可能在网络爬文的时候会发现说 很多阳台补灯讲的好像很困难申请 然后很多 甚至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在做网络爬文的时候 发现最多的跳出来的讯息就是 好像阳台补灯要先恢复原状 对 那其实阳台补灯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补灯的流程是怎么样 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要先判断你有没有阳台吗 对 那如果你是符合 就是说现场看起来是有阳台 但是你拿出你的权状上面是没有登记阳台的 那你应该就符合 那是拿权状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可以提出来分享 就是我之前有个客人呢 他拿了他的权状出来 发现说他权状有登记一个阳台 是2.3坪 可是他觉得他家的阳台 看起来不止2.3坪啊 因为他有前阳台有后阳台 他还找我们的业务人员去帮他量一量 我们量出来6坪多 那他权状上面怎么只有2.3坪 后来我们发现说 他其实是有前后阳台 可是他当初一手登记的时候 只有登记了前阳台 他后阳台的部分没有登记 所以前后阳台都帅 那其实后阳台也是可以做补灯的 所以你先判断说你家到底有没有阳台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你的权状上面到底有没有阳台 那这个面积跟你的现场的状况有没有相符 如果没有 那你应该就是这个阳台补灯的准客户 再来呢就是要申请郡公图 因为郡公图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建筑的时候 不是郡公图一开始我有疑问的时候 不是就申请一份了吗 对如果他当初有申请 那当然那个上面就会有资料 所以他本来就知道他没有补灯的人 他还是必须要再去申请一份 一定要有郡公图 为什么因为地震单位他只是登记单位而已 那他参考的依据就是他要确定说 你当初在起照的时候 这一块确实是有规划这个面积进去的 对 所以你申请好了郡公图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去地震事务所 就是办理这个阳台补灯的登记 那申请登记之后呢 地震单位他们这边会派人来做现场的葬梁 那葬梁的部分呢 其实主要就是看说 你现场确实是有这个面积的存在 对 接下来会公告 那公告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拿新的权状了 对 那我很好奇 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开始卖房子 你觉得我应该多久之前开始进行这个动作 其实阳台补灯的部分 我们以一个案件的作业 如果你手上是完全没有郡公图的朋友 那你可能郡公图这个部分申请 你就要抓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 那如果说你又刚好是那个40% 上面没有注记那两个字的 那你就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 那地震单位那边呢 你申请了之后 他们通常会排一个时间来这个看现场 那那个时间食物上面大概是三到五天 对 然后再加上要公告两个礼拜 所以我会建议说大概抓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对 所以我这个月要卖我上个月就要先准备好 对 那我可以先把这个东西准备好吗 即便我现在没有要买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其实我会建议消费者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空的时间 那花费会很多吗 好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费用的部分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多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他需要的费用有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你申请竣工图的费用 那一张竣工图的部分 目前各县市的收费不一样啦 从60块到200块不等 那你一个案件顶多就是一张到两张的竣工图 还是看有没有彩色吗 还是看屏数大小 好像也没有 但是这个真的不好说 看地方单位缺不缺钱 大概是明明都是一样的图 但是就每个地方单位的收费不太一样 好 然后这个大概就100多块而已 然后你如果是刚刚讲的40%的人 你申请公文那个部分是免费的 然后再来你去地政事务所申请登记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会要缴一个测量的费用 那测量费用的部分是1000元 然后接下来你登记完了之后 因为你会增加这个面积 所以增加这个面积的部分需要缴登记归费 那那个登记归费多少钱呢 如果要算那个算式的话有点困难 因为它是要回推 就是以你的这个建物的工程造价 然后再去乘上你的面积 那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 如果以两三平的案件的话 通常都是几百块而已 这么便宜 对对 其实都是几百块而已 因为各位想想看 我们可以做登记的其实都是老房子 其他的限制都是偏低的 所以那个就几百块而已 然后再来呢 你如果整个办完之后 领一张全壮80块 total大概就是 我都常跟客人讲说2000块打死 当然你不是找代数办 如果你找专业的人代办 可能会被着手一些代办费 所以自己去办的话 大概2000块以内 可是我又有一个疑问 他补登之后 他的房屋税会比较高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基本上我们这样说 依照房屋税条例的部分 阳台的部分 他是不记录 这个所谓的房屋税的 这个科税面积 除非你的阳台 大于某一个平数 如果你的面积 超过法定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就会针对超过的部分 要科房屋税 你说类似高雄错那种升阳 但是你说费用有没有很多呢 其实以我们实务上这样办下来 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是说 很多消费者他办了之后 没有增加房屋税 那没有增加房屋税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面积就是没有在 没有超过法定的面积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 就是你的阳台呢 根本在你还没有登记的时候 税捐单位已经默默的 把你磕的房屋税了 已经磕过房屋税了 所以税捐单位真的很击零了 我们税务员真的很厉害 所以没有因为你增加那个补登 有多房屋税啦 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 好我刚刚问了一些 应该算是欧巴桑会问的问题 我比较好奇是说 其实像你们永庆 已经在双北做了320场的 有关阳台补登的讲座 那参与的民众 对于阳台补登 除了我那些欧巴桑的问题以外 最常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您的问题啊 有很多真的都是消费者问的问题 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 第一个会被问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费用 因为在网路上真的有太多的收费标准 有的甚至说 依照补登的评数 抽10%的费用的 那这个部分确实 第一个其实最多人问的就是费用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大概有解释过了 就是说费用部分真的是 如果你自己办 大概就是2000块打死 不过大家现在这样听 可能这样一下就听过去了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应该还是可以去房仲店头问问大家 非常的欢迎 因为其实网路上搜寻很多事情 它的状况不见得是比较靠近真实性的 就像你有时候有些小病小痛 你上网查他都会告诉你是癌症 对不对 所以就是如果说有问题 也是可以去房仲店头 我们非常欢迎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门市啊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消费者说 其实你可以就近到我们的门市来 我们甚至前端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帮你服务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先掉藤本 先来确定说你的权状上面 因为我们碰到很多客人 他可能权状太久没有拿出来了 这个人不晓得放在哪里 一时还找不到 毕竟40年的房子啦 或者是说可能放在保险箱了 对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 再跑一次这个保险箱把权状拿出来 他只要到我们的门市来 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 要登记部成本的方式 帮他判断说 他的权状上面到底有没有登记阳台了 对那后续的一些这个申请军工图的这个流程 我们也会协助来办理 是好除了刚刚讲到的费用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概最多消费者问的 就是我如果目前这个阳台的部分 我已经外推了 我已经比如说我现场它就不是阳台 可能是客厅的一部分 可能是厨房 对那就会担心说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被要求要恢复原状 确实网路上可能有很多爬文会要求 会写到说 你必须要恢复成阳台的原状哦 你才能去申请阳台补灯 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已经阳台外推 我当客厅用的好好的 然后我要把它恢复原状 可能就要花个二三十万 把他这个弄完 然后我就为了只是为了补灯那个面积 而且害怕说万一补灯不下来 对 所以基本上目前双北市的部分 在这一块的部分 他都是不会要求说 你必须要恢复原状 才能够做这个补灯 双北市而已吗 对对对 因为其他各县市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建议民众 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 各县市的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目前主要是以双北市的 双北市老屋比较多 对对对 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 会被问到的 除了费用 然后这个会不会要恢复 第三个其实就是您刚有问到的 房屋税会不会多了一些 费用要缴的问题 所以我把你画讲掉了 所以您问的问题 其实就是真的消费者很贴切 消费者他真的会想要知道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民众可能就是希望 做这个动作之后 他不影响原来的生活 也不会有额外的支出 他才会愿意去做这个 除非他已经面临到他要买卖房屋的时候 他才可能比较有那个警觉性 对对因为如果说除了这三个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还会被问到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问说 那除了阳台之外 我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补灯 一次灯完 对对对一次 既然要做了嘛一次到位这样子 实物上面在法令上面的规定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 早期的登记它是只有针对室内嘛 所以您想得到的除了阳台之外 当然包括说像比如说屋檐与雨泽 这个可能都是早期没有登记的 对但是因为早期的公寓有很多 它其实没有设计那么多屋檐与泽 不像后来的标的 所以相对可以做的比较少 那另外一种我们做的比较多消费者咨询的 其实是共同使用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说我们现在的新房子里面 都会有所谓的公社 我的楼梯件啊对不对 我的这个顶楼平台啊对不对 就是这个部分啊其实也是可以做补灯的 你是说公寓的梯件吗 公寓梯件也是可以做补灯 或是它前面可能有一块小厅 或者是有一些有挖那个地下室的 对 这些其实共同使用部分也是可以申请补灯 但这个部分啊 实物上面有困难的其实是人 因为如果是共同使用部分的要做补灯的话 因为它的区分所有权能 就假设如果你是四楼双拼 那就是这个八户的人 大家要一起都要同意才能做 他要一起做不能 对他不能单独就是说 我只灯我自己这一块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他要做的话就变成这八户的人都要同意 都要一起来做生气 通常八户的居民会一起同意吗 还是会有人觉得这太麻烦了 就像您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如果我是立即有需求的人 那我可能就会很积极的想要做 对 但我如果不是立即有需求的人 我现在就住得好好的 我也没有要卖房子 太麻烦了 对不对 那可能就要看说 我做这个事情对我还有 还有其他的利益点 否则现在确实有一些消费者的朋友 他们卡到的问题都是 有一些这个老人家 他们可能不愿意配合做这个部分 对老人家又觉得麻烦了 对他们会觉得嫌麻烦 就像你说他可能 没比他的权状放在保鲜箱 或是不知道塞到哪去了 对对 他可能会觉得麻烦 刚刚提到的都是有关于卖房 他在卖房子之前 他可能做了阳台补灯 对他会有好处 那对想要买房的人来说 他如果买到没有阳台补灯的房子 会有什么损失吗 基本上就买方来说 如果说你已经是已经买到了的买方 这个产权已经登记到你的名下了 你现在其实就是屋主 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通常我们实物上面会碰到有状况的是 就是有些买方他在签约的当下 他知道说我好像有一个阳台可以补灯 我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好了 因为我们实物上面有一些案子的状况是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委托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告诉消费者说 那你这个阳台是可以补灯的 但是有些屋主他可能不会想要自己去做补灯 因为还是会有些屋主他会觉得说有点麻烦 甚至我有碰过有个屋主他会觉得说 那我要用补灯后的面积卖给买方 一段时间让屋主完成补灯之后 再把产权过给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实物上面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这个补灯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有需要一些官方的文件的申请 对 那实物上面我们也是会有碰到 就是说有些 因为毕竟是老房子嘛 那你中间有经过很多的天灾人祸 确实有些单位就已经找不到当初的竣工图 对 所以像这样的案件 如果你要去做补灯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 对 那如果说你买方在买的时候 是有这个金额的 但是你事后你又不能补灯 那买方一定会觉得很冤啊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我就会建议说 既然大家都是讲好是补灯后的价格来做交易 那就建议是 请屋主他在 可能是一般我们的买卖流程会先签约备征用益嘛 他就会建议说在备征用益之前 把补灯的部分做完 再来进行后续的手续 不过这样流程又要一个月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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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主 对有的屋主他就会 尤其现在是卖方市场 确实是啦 对有的屋主就会说不管啦你去弄 对 但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买方可以自己先研判一下 如果说那一栋楼 有其他户已经做过补灯了 那可行的几率就会非常高 因为代表说有这个图存在 甚至基本上其实这几年双北市啊 也是很积极的在协助民众做这个补灯的作业 像以双北市来讲的话 目前就是如果你这一栋楼有一户提出补灯的申请的话 双北市政府的地震单位他们会通知那一栋楼的其他住户 比如说这一栋楼是四楼盖的 假设三楼的人提出申请 那地震事务所的人他会通知二楼四楼的人 这是告诉他说三楼的人有提出申请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做补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用去掉竣工图了 因为三楼的人已经把竣工图 这样子他的流程也会加快速度 是的因为其实官方单位也希望说 能够快一点让这个面积可以趋于标准嘛 然后也尽量避免消费者之后的纠纷 有任何纠纷 其实我们在一些讲座上面 就有一些民众就会提出来说 那政府机关为什么不要 就把全部的都补灯做完就好嘛 为什么还要我民众提出申请呢 对 要去问政府机关 或者你们也不好说 我们也不知道 对 好今天谢谢俊宏经理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阳台补灯这件事情 他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小动作 他其实也是一件小事 可是事关你之后买卖房屋也几百万 对因为你看像您刚刚提到 现在台北市的平均单价是75万 那我们实物上面 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做过补灯的案件 有一户他补灯完是补灯的7坪多快8坪 所以你看7坪等于是一个房间 如果一坪是70万 当然他那个区域不止 他那个区域大概我们算过一坪 实价单位大概要到90万 那这样他等于补灯完的时候 这样等于是观察那一户的买方会比较偶 对不对 对啦 但是因为他未来也是以这个面积去做移转 对 好今天谢谢俊宏经理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阳台补灯的一些 关于什么是阳台补灯 以及怎么样来做这个动作 那如果民众还有疑虑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找你 还是有别的方法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但我们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服务到那么多的民众 所以我们建议消费者就是说 如果你有阳台补灯相关的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就进到永庆房屋的直营门店来 那我们的门店的同仁呢 会很乐意的帮大家提出就是相关的服务 那有任何的问题 你也可以当面的部分来做一个咨询跟得到解答 好谢谢谢谢俊宏经理 拜拜 拜拜